万万没想到,普京出了这一手,直接跟欧洲摊牌,想要天然气可以,拿卢布来买。 24日卢布汇率大涨6%,前几天为了秦淮跑去买卢布的小伙伴们,转得笑不拢嘴。 想不到给俄罗斯刷火箭,还能有这么好的回报,可见有时候秦淮是有意义的,脑子清楚更是个好东西。 24日俄罗斯股市开盘,直接套涨10%,到这一步,叫嚣着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泽连斯基,也开始跟美国请求,暂缓制裁俄罗斯富豪阿布,因为他可以促成和平。 我不知道阿布能不能促成和平,但和平从来都不是靠跪舔,妥协能得到的。 北约武力威胁,俄罗斯亮出大亿万,美国用SWIFE方武器来制裁俄罗斯。 结果普京先来了一招,所有外债一律兑付,向银行结算系统下达付款通知。 人人都知道俄罗斯有几千亿的美元储备在那里,如果美国拒绝动用这笔钱来还债。 那么这就是华尔街跟白宫之间的矛盾,如果美国方面继续还债。 那么这个制裁的是不是看起来已经先失效一半了? 最近还有一则新闻,中国由于要履行跟美国签订的贸易协议,向美国购买了大量的长月液化天然气。 但最近俄罗斯的天然气有大量到货。 考虑到国内实在用不了那么多,中方只好含泪将美国的天然气涨价转卖给欧洲,据说这笔交易盈利超过450亿美元。 现在欧洲那边的政客们,一部分已经开始闹翻天了,有人高喊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,也不要美国邪恶的天然气。 这话是气话,欧洲人不可能真的回到砍柴取暗的年代,但刀割在自己身上,欧洲毕竟也还知道疼,也知道刀是谁滑辣的,肯定有美国一份。 前几天欧洲外长会议,并没有对禁运俄罗斯能源达成一致,倒是对联合起来组建欧洲联军取得了共识。 欧洲要掀了北约的桌子,自己组团保卫自己的安全了。 比起所谓俄罗斯的威胁,恐怕这才是美国最最害怕的事。 普京决定开战之前,所有的推演都不知道预演过多少次。 这场战争压上了普京所有政治资源,只能硬。 别看北约看起来很牛逼,体量很大。 但他们内部却是一团散沙,各有各的小酸盘,拜登你觉得他真的能随便摆布盟友吗? 人家连白宫那点小地盘都摆不平,更别说控盘国会山,利亚各路诸侯了。 现在等于是各方势力联手活距欧洲,中东早就表态了,增产是不可能的。 不对能源价格暴涨负责,连白宫的电话都不接。 约翰逊过去也吃了个瘪,除了礼貌式的应付。 没拿到半点施灾的东西。 据说义无在应小妻子。 传言到底有几分可信不知道,但英国的威廉王子访问加勒比海三国,引发了反殖民帝示威,雅买加更是公开表示,以后要共和了。 什么王子公主女王亲王的,咱不需要。 所以现在欧洲该清醒了。 再也不是一百多年前,随便一个洋人出来说几句话,就如同口喊天线, 所到之处那头便败。 女王的印度公开表示,货币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,要避免遭遇俄罗斯这样的下场。 现在印度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,可以用卢比换卢布,优先购买打折的石油、天然气。 北约代表不了所谓的文明世界,世界很大,文明与否应该是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。 美国所谓的独霸全球的美梦也该醒了,北约就是为了对抗话语而生的。 如果没有苏联强大武力的威胁,你已唯一老欧洲的傲慢,真的甘心被美国人摆布吗? 如果不捏住西欧,美国怎么可能直接野蛮生长? 要知道这位头号霸主,在亚洲都被人做了个鼻青脸肿。 如果没有了苏联化约自动解散,北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,请问美国又有什么资格? 其在欧洲头上继而遥控世界。 所以苏联解体,美国立刻发动了两场战争。 老布什打了海丸,控制了石油,这是掐住欧洲的能源命脉。 克林顿打了科索沃战争,这是直接到欧洲内部炫耀无力,给点颜色看看。 当年美国精英还在,没有现在这样民粹横行,政坛拉垮。 美国人很清楚,假如没有苏联这个威胁,你就很难控制欧洲。 所以拜登很清楚逼俄罗斯的后果是什么,但为了对付欧洲,美国一再挑戏俄罗斯,把他树立成邪恶的靶子,好玩弄欧洲于股掌之间。 美国有美元收割世界的目标,欧洲一样也喜欢玩金融,但从软实力讲。 美国其实很难对欧洲来应的,只有恰俄罗斯。 如果按照美国最早的剧本,这次俄乌冲突最好速战速决,让谈子留在欧洲,俄罗斯无力收拾乌克兰残局。 欧洲人出于恐惧,再次回到美国怀抱,各种百依百顺,最好向八十年代重新搞一次广场协定,一起割肉救美元。 怎奈剧本虽好,演员们都不按照编剧的要求来,连带导演团内部也起了内讧。 泽连斯基玩角色扮演上头了,霸者胜人的角色不肯羡慕。 现在这些彻底是砸锅了,各国早就对美元隔三差五的弯紧缩。 方水各种花样收住比水割韭菜布满了,现在有俄罗斯顶在前面。 那么从前的小弟们都开始自己玩自己的了。 这回美国没有办法直接要求欧洲禁止俄罗斯天然气。 中东也不肯帮忙,美国自己产能有限,还有个运输问题,再说即便运过来。 那价格还能低吗?你总不能强迫欧洲直接断气,这没道理。 既然天然气正常交易,那么卖家俄罗斯要求只收卢布,你能说不吗? 除非你自己先解除所有的金融制裁,随风可以随便用没收的金融资产还回来。 那这岂不是美国自己打自己的脸?话又说回来,即便自己打脸,失去的美元信誉能回得来吗? 所以硬钢到底,欧洲只能自己去转卢布,借卢布了。 转卢布那就要重新放开双边贸易,这也是制裁破产。 借卢布的话,那就要谈条件了。 按照什么汇率结算,这都得看卖家的心情。 美元在里面连个插嘴的机会都没有。 美国吃亏就吃亏在历史太短,玩霸道的时间太久,不懂得真正生存的哲学。 美国自己都是个大杂块,连大一统都没能真正做到。 还妄想控制全世界,实施残酷的剥削。 天下早就不满美元霸权了。 只不过一时半会很难去退到重来,但美国收割太急切了。 把俄罗斯逼到了绝路上,只能第一个带头来实施硬切割了。 一开始人人害怕,以为真的完蛋了,一个月过去了,大家发现也没啥可怕的。 有些事也不是不行的,所以真的害怕切割吗? 23日跌的是美股,涨的是能源。 24日拜登主动取消了中国部分商品的惩罚关税,这不是讨好中国。 这是给国内按不住的通胀降降温,终究美国的印钞机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。 大多数人一样没能力应付日益高企的物价。 假如美国不妥善解决自己捅的瘤子,世界上的财富就会发现,不需要美元,一样可以顺利交易。 到时候真就是天亮美元回流美国,没有商品跟着回来,就看谁傻眼。